对面那个吗 对 就在那边有个 卖指甲油的店 我就买指甲油 买这个玩意儿 手机往上电了没拿 他这样不给人家传有 他应该也不知道吧 他放在这个堆子里面了 我又回去的时候 我的手机呢 如果你不要拿 那就差的 我就隔了两分钟又回去了 我如果回去就不给我了 大家好 我是马路 印度人 今天介绍一下 在印度这边住了很久了 一个中国女生 大家好 我叫洪水 你介绍一下 在印度这边做直播 直播一下的话就是每天出门 直播一下白天然后就回来了 不会说去很多其他地方 因为现在的话疫情也比较严重 也不敢乱跑 印度这边有新闻就是有这些新闻 你觉得在这边一个人有没有担心 在来之前的时候是蛮大 你在来之前有看一些新闻和报道 这边还是对你来说还是很不安全的 因为后来我来了之后的话 生活当中的话没有遇到特别特别觉得不安全的事情 就是遇到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 就是那个小孩子跑追着我找我要钱 在这边哪些东西不习惯呢 最主要是吃了吧 因为的话我还是吃不关心这边的一些咖喱 还有很多东西 做不出来的 然后吃的 在八地你可以吃吗 在八地 可以 对了你这份都还在开吗 我看你每天那个厨师还在做饭 因为我们就是要做外卖了 做外卖啊 那我也可以点吗 可以可以 因为我在这边也来了蛮久了 之前带的鱼粮都吃完了 然后这边的话 基本上是吃印度饭也吃不习惯 然后我想吃中餐了 然后你这边之前我见你们有火锅 有火锅底肉还有吗 有一些不是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没有没有 他们给我两包吗 好可以可以 哦虽然他们这边广国里面在干嘛呢 说什么呀 那个是打扫 还有那个垃圾的车 垃圾的车 每天来这边 每个人家里面的垃圾 哦这样 就是clean india 没有来过印度的中国朋友 他们认为印度不安全 艺术器外面就注释的 你那边那些路边的小孩子对你要钱 还是还有不喜欢那个吃咖喱 别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这待了也有八九个月了 我每天的行程的话 没有去很多不熟悉的地方 太偏的地方也不怎么去 每天就是吃过完了就回住的地方 那印度跟中国边就有一些问题 在你去的这些地方 印度人有没有高肯定 你们出去 回去中国不要在这里 我记得印度人不多 嗯 没有 但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是国内比较有 很严重嘛 有人骂 有人骂中国人 朋友也有旁边朋友也很说 骂什么呢 骂corona yes 这个 这个 感觉挺不好的当时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上厕所的 有没有问题呢 做酒店的还好 就是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脏 是要用的话一般都是用酒店的 外面的酒店和一些西餐厅的 印度住了这么久 你觉得安全不安全呢 还是不安全 嗯 泥子的话很容易出现吃东西 这边不干净 会生病 就是拉肚子啊 很多很多很多朋友车都会拉肚子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出门的话 有些 比如手机会被抢 钱会被抢 这种事情是真的会发生 刚来的时候 住你的酒店 手机拉在房间 然后就直接出去了 当时坏了房间嘛 我回来的时候 前台就把手机给我了 这个是请的话 如果发生在其他酒店 我把手机拉在房间 坏了房间 可能就会没有了 真的来说在来印度的话还是不安全的 吃的话 有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一些 嗯 好吃的东西 印度整体来说都是些咖喱什么的 吃不惯 而且还会不小心吃的拉肚子 哎呦我打车 肯定要去很多景点 打车会被坑要钱要的很多 比实际的要贵很多 但是我这边打车都是我们打车 软件打车的 基本上话还是 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猪的问题是稍微容易一些 可以选一家评分比较好的 酒店来住就是 或者是预算高一点的 会好一点 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你们还要问他什么 就给我留言 今天就说到这啊 拜拜 很多女生 女生安全 人只能在这儿 收起了 一天 不 既然 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